加7 然後怎麼樣 加2 問你這兩個圖形的相交形形 我現在讓同學感受一件事情喔 來 那個所有同學看到這邊 這種題目正常人會怎麼做 不是 正常人喔 應該 譬如說你看喔 會不會有人這樣做呢 先把它寫成Y檔多少 負的 3分 X 來 然後再減掉什麼 4分之7 欸 你猜我要做什麼事情 有些人喔 會這樣做喔 會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帶進去 然後帶進去之後 我讓你看看它會變什麼樣子喔 一般來講 這不是我們首選的策略 因為這種找共同時速解 如果它數據設計的不好 你中間的計算的量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大 你如果多做一些題目 你就會發現 譬如說你把它帶進去 你就會看到說這邊會變成什麼 X-2的平方 再加上 來 關於是誰 X-4分之3 X-4分之7 對 我跟你講這個還好喔 來 負的 X-4分之7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3 再減3 然後沒有要忘記 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X-4分之8 然後等了多少 16 我這裡就不想寫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東西打開之後 你要去看它的判別式 判別式如果大於0 相一兩十根 代表這條直線跟這個圓是什麼樣 相割 如果判別式等於0的話就代表相切 判別式小於0 50根代表圖 這兩個圖形完全是分開的 這樣做可以對不對 可以 但是要花一些時間 那比較好的策略是什麼呢 比較好的策略 當然是底下我們要講的這個策略啊 先抓什麼東西 先抓圓心出來啊 先把圓心找出來 圓心叫做2 多少點3 請問你 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不是叫做4 這樣可以嗎 然後你只要去算圓心到直線的距離 這一條直線給它一個名字叫做L 來 我們來算喔 Distance M 到 L 的距離 你只要去看這個長度就可以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點到直線的距離啊 欸 點帶入封程式取絕對值 來 我們算一次喔 2 3 代進去喔 2乘...啊 慢慢寫 2乘3 加上 3 代進去 3乘4 4 再加多少 再加7 點帶入方程式取絕對值 除以係數平方而開根號 好 慢慢寫 3 的平方 加 4 的平方 開根號 這樣頭該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誰 分母是5喔 那分子是誰 6 加12 18 18 加7 25 知道 18 加7 25喔 然後 25 除以5 這個是5 這個25 加7 算 25 看我直接把圓心直看了1 欸 看這裡 請問你 這個圓心到直線的距離 跟半徑來比怎麼樣 他不是比半徑大喔 所以請你告訴我 這個圓跟直線是什麼關係 這樣相理喔 不相交嘛 對不對 就是 對 就是這個圓 跟這個直線是完全分開的 對不對 圓心到直線的距離 就是超過遠的半徑 這樣做最快 這樣可以嗎 好 林婉修不要做別的事情喔 我很關注你喔 欸 婉修 婉修 你在幹嘛 蛤 欸 不可以 欸 不給你背 好啦好啦 可以啦 可以啦 謝謝各位同學 Thank you 謝謝